提及蘇伊士運河割潛的台灣長榮 超大型貨櫃輪場次輪 導致後方交通全面阻塞 即使在潮漲及多艘拖船 與滑泥船協助之下 至今仍未能移走 最新畫面指出 在滑泥機稱於來近三日後有所成果 目前已被部份船頭重建天日 不過蘇伊士運河當局強調 現階段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將船頭的泥沙徹底劃出 預計至少要劃出12.8米深的泥沙 才能達到逐一給船體食水的深度 以便進行下一步行動 由荷蘭公司表示 今次事故恐怕仍然會耗費幾天 甚至幾星期才能完全排除 救援公司又形容長癡論好像巨大的鯨魚 阻礙全球追繁忙 連接歐壓用來運輸石油、燃料和穀物的運河 可能要移走船上的貨櫃、油和水 加上拖船和滑沙等等的方式 才能移動貨櫃 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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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